当胡人在西部决赛被决金横扫出局 老瞻曾放话考虑退役 引来篮球圈一片哀态 但用理智想想也知道 詹姆斯不可能那么轻巧就告别NBA 随着自由市场的各种签约交易逐渐沉岸落定 老瞻经纪人傅保罗终于给了准信 老瞻下赛就会继续为胡人效力 而且他的这生涯还可以延续好几年 只要他愿意打到45岁都不成问题 傅保罗说 老瞻是否愿意在NBA打下去 主要取决于他还有多少动力 这是心理上的问题 至于身体的状态 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看看老瞻上赛季的数据就知道了 他的统治力或许不比10年前 但远不到打不动的时候 如果他不想退 完全能再撑好几年 只是现在的老瞻需要考虑家人 还得兼营篮球以外的事业 如果他在球场上找不到那么多乐趣了 自然会心生趣意 至少现在的老瞻对比赛还充满热情 对护人管理层倾向的补强操作也非常满意 下赛季他可是还要继续带领护人冲击冠军的